球場上台灣語球藝哥周天成盡情揮拍 而一旁的搭檔是他基隆高中畢業的學長 市長林又昌 頭一次搭檔似乎很有默契 小天來回的殺球果然爆發力十足 但市長林又昌也不是省油的燈 不管是掉球或者接發球都跟得上腳步 果然兩個人默契很好順利贏得比賽 包括我們基隆高中還有我們基隆的三級學校 都很熱衷於在語球選球的一個培訓 所以今天有小天來當大家的一個楷模 而且他非常願意來提起後進 來培育下一代的這個選手 我覺得非常敬佩非常的感動 所以當然站在市政府的一個角度 我們也會竭盡我們的所能 不管是市政府的資源 還是明天社會企業上的一個資源 我們都會來全力協助 不管是在基隆 甚至包括全國語球 運動的一個發展 台灣語球一個周天成正的訓練空檔 不斷的投入公益活動 這一回回到基隆母校基隆高中 教導基隆小選手運動防護的觀念 還進行一場接龍比賽 之前也是會回來帶一些學弟妹他們做訓練 就是來這邊協助教練 然後甚至自己也來這邊訓練這樣 我覺得這邊的氛圍 一直很好 因為這邊也是一個半山腰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很專心在這邊訓練 所以一方面是也希望市長可以讓多一點 比較好的人才可以來到基隆高中 這邊做訓練 因為我覺得這邊也很好的 鄭永成教練 然後印尼的教練 他這個世界排名也是第四名 那我覺得對於選手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這種羽球的觀念 如果能在小時候 國中高中你可以去 有這種很好的基礎的時候 你在後面的發展 你才更容易成為一個國際型的選手 教我們很多放鬆的動作 不管是上次還是下次 然後都讓我們學到說 就是在比賽的時候 不管是比賽的去面前 都要做好放鬆 他以前有連十場比賽都輸過 也還是都沒有放棄 我會覺得我們可以向他學習 世界級的羽球高手來到學校 加上又是學長身份 小選手超級興奮 周天成在球場上展露球技 希望幫助基隆的羽球運動 蓬勃發展 也讓師生看到台灣羽球一哥的親和力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謝謝